陌生狗来的时候 它都会 都会把他们赶走这样 黑背蛇咬到 然后就死掉 就觉得说还蛮伤心的 中心笑狗护尸身 惨遭眼镜蛇咬死 老师一惨一惨的 沉痛的把笑狗小黑的遗体埋下 张张精致 屡屡情缅 道不进对小黑的思念 难逃草囤伤工的笑狗小黑与嘎逼 上周二上午11点多 看到尤尾一米长的眼镜蛇闯入校园 一起上前搏斗 三分钟把眼镜蛇制服 咬得渡破长流甩进水沟 小黑放心不下又冲去检查 却遭眼镜蛇临死前一记回马枪 咬中右后腿不停抽搐 小黑一行也救了笑狗一命 校方跑遍镇上医疗单位求助血清 镇上医院聚脉说 血清指人救人 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小黑独发断气 血清虽然可以救人 但是很多血清它最后没有用 它会过期 我们希望它不要丢掉 它还是开放给动物医院的医生 来像为我们学校这样 这只狗的这种现象 积极在追求血清的时候 本来都已经告诉我们要卖了 最后又爱移政府的规定又没有 草商既是将上述医院请院长带狗狗们向机关署请命 希望开放过期血清 拯救更多无辜的小生命 小黑和嘎嘎逼总是警跟在警卫左右 巡逻守护校园 这次为了保护师生牺牲自己 让大家都伤心不已 昨天头期 校方特别为中全小黑 准备他最爱吃的鸡排 牛奶和狗罐头 在校园内小黑幕园前烧金纸击败 校方也计划为小黑设计年费 朗新闻 小黑在天堂要幸福哦 报答哦